哈囉,你現在收聽的是飛碟聯播網UFO Star聊天師 我是今天的市長,顏正蘭 是要換我接的意思嗎? 哈囉哈囉,我是時之田 我今天是當顏正蘭的室友 我是他好朋友 怎麼樣?為什麼今天會邀請我? 你說說看 因為他們說要邀請到一位好朋友 然後當接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眼中馬上抬頭看到的人就是你 喔,所以是在看語氣的畫展的時候 那時候你收到那個訊息 對,然後看著你就想說 好耶,我就直接問十字田 喔,挺妙的 而且那時候 因為我旁邊正好是我經紀人 就是小芝麻 他就跟我講說 OK啊,很好玩啊 然後我也覺得好像不錯耶 而且我也知道你就是很喜歡聽音樂 你聽音樂的東西也都很廣 然後自己也一直在彈吉他 其實我彈吉他是拍完樂球之後 你是收到了什麼的 沒有,我其實樂球的時候 我跟你才認識嘛 就帶我去樂球這部電影 沒錯 然後認識你們之後 那時候我們不是因為劇情的關係 我們要去團練 對,等一下 你是那個時候是貝斯手 我是貝斯手 然後你是鼓手 對,我是鼓手 因為我那時候團練我就很high 我就突然發現原來團練是這種 大家合體的感覺 這麼舒服 很開心 所以我就去買了100貝斯 那我貝斯自己在那邊練了半年到一年吧 對 對 結果莫名其妙就是還是走上吉他的路了 而且那時候我們跟李全也玩得好開心 喔對 久木嘛 久木現在好像在音樂也生根的不錯 對 他常用Lucy 他有做一個新歌手叫Lucy Lucy東西超好聽的 我很喜歡 我有聽他的咬字啊 就是那些聲音 是很好聽的聲音 他的音樂發音超好 可是他不是那個 國外回來 對,我相信他沒有出國過之前 喔真的喔 對,超酷的 但好像是爸爸 或是紐西亞蘭人 或什麼的 媽媽是音樂 很酷耶 聊天長度10分鐘 竟然我們是不是要進入這首 你開的這個歌單的第一首歌曲 欸對,剛剛 不對啊,我剛剛是先聽了你的歌 我們應該聊一下你的歌吧 欸對,我好鏘喔 對,剛剛聽到 是我的最新發行的專輯 讀在你的第一波主打歌 蠻有趣的 而且我有看片段的MV 你在裡面有跳舞 欸對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很可愛 你是怎麼跨過要去跳舞這件事情 我跟你說 因為十字田很會跳舞 十字田是台大熱舞社 副中跟台大都在跳舞 副中跟熱舞社 然後我其實是 國中的時候也是熱舞社的 我是熱舞社的副社長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我在舞專的時候 我念台北香專嘛 然後那個時候是 啦啦隊的 喔,所以你的節奏感和韻律 和聽聲音的東西 其實是OK的 是還行 可是那個時候 但現在年紀也 你知道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一下要我跳舞 其實也是蠻緊張的 但我覺得你跳起來蠻可愛的 而且我覺得你跟大淵去做那個搭配 就有一種反差感很棒 因為我們身高差距超大的 大淵超高欸 你又很小一隻啊 他又很魁梧的一個樣子 我還要避動他 而且我剛剛聽起來蠻有趣的 不像是我會聽到你的音色 因為其實City Pop的曲風 也是我比較 也是這樣專輯我才嘗試創作的方式 對啊 其實City Pop好像近幾年 就是慢慢又回來了 就是Retro回來了 對不然以前都是卡通啊 日本動漫那些 可是剛剛有聽到那種東西 而且我蠻喜歡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的音樂 就會覺得很豐富 很多元很飽滿 色彩很繽紛的感覺 對很繽紛的東西 然後它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COVID這件事情 其實讓生活變得有點暗淡 對 然後去聽這樣類型的歌 可以讓自己 就是OK 現在好像疫情有和緩 我可以開始走跳囉 就那種感覺 可以開始享受都市的燈光 那你在COVID期間 你有特別喜歡聽什麼專輯嗎? 因為你選的這個下一首歌 其實是 就是我這段時間一直在聽的專輯 喔 COVID 他是陪伴我COVID的一段時間的音樂人 還有另外一個是FKJ 因為那時候他正好像好像 我忘記JUST PIANO 是不是那時候出的 就是一個很Peace的狀態 然後他 因為我COVID的時候很愛逛YouTube 然後就會去看一些 歐美很愛做一些頻道 好像就是例如說Colors 就是在一些 或是Live的Tiny Desk 對就是可以在上面認識很多音樂人 所以那時候就是看了很多 OK 所以Tom Mish你也是那個時候 對Tom Mish也是那時候 沒有我更早認識Tom Mish 可是Tom Mish 為什麼我會越來越喜歡他 是因為他Quarantine的時候 他在他的頻道有做一個 就是他自己在他的院子裡面 然後他就可能曬得太陽 然後就沒有戴口罩 然後就沒有戴口罩 或在他房間裡面 他就自己有自己的Session 然後 或是自己做一些Beat的Backtrack 然後 他不收任何盈利 他好像Donation是要給一個慈善團體 就他喜歡的話可以做這件事 就我就覺得這個人很棒 很棒 而且他的這個Geography專輯 超好聽的 就是我可以一直放一直放 我其實放了快兩年耶 我可以一直聽 對他真的很有才華 我會知道他也是看Tiny Desk 知道的 他上去MPR那個 然後就哇 這個人好 好Chill喔 然後那個grooving很強 非常厲害 然後一把吉他那樣 而且Tommish的Movie 他前面的intro 他是用一個Sample的方式 那我原本以為 他是Sample一個他喜歡的電影 我也以為是電影 或是一個橋段 不是嗎 但我不確定 這個沒有考證 因為我很愛看YouTube的comment 然後我去看comment 第一個 他就說那其實是他的姊姊 在念一個script OK 他姊姊是演員嗎 我不知道 對反正他就是把那個東西 Sample進去當intro 然後他的MV裡面 有一個是在放一個黑白的 然後很多噪點的那種老電影的感覺 然後裡面有一男一女 那個comment裡面也說 是他的祖父母拍的東西 他好可愛喔 應該說我看到這種東西 其實我不會去考證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浪漫的東西 那我如果被誤導 我寧願去相信這個誤導 因為這個故事會比我認為 他去Sample一個老電影 或是去用老電影裡面的男女很青春 充滿愛情的畫面當作素材 我覺得比起這樣子 我覺得他用他自己的家人來創作 其實更有意義然後也更有趣 更美好吧 對 對啊 那你呢 你喜歡這個 你是哪時候聽到這首歌的 我是2018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在表演的期間 然後朋友們就有推薦我他這樣專輯 然後我也是一聽了就是 逆時不斷的循環聽 然後這首歌我剛開始聽 因為他其實這張專輯裡面 有很多也都是這樣子的環境氛圍 很多這種抵造的音樂 然後我其實你在開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有感受到三首都是 我就覺得你真的是一個 好帶很清楚 但是又很喜歡沉醉的感受的人 就是耳聰慕名的沉醉在你的 耳聰慕名的沉醉 對就是醉悍但是很清楚的感覺 喔就是喝到那種微微的ㄎㄧㄤ 就是還知道自己在幹嘛 酒品還不錯 然後還會把一些已經喝ㄎㄧㄤ的人送走 送上計程車 就是氣質很好的喝醉 就好像你喜歡的東西都是這種感覺 有嗎 好像是耶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音樂這些東西就是要carry 就是它 它有一定的能力 對它要有能力 沒有沒有應該說 我覺得聽音樂這件事情 就是要carry自己往前走 OK 就是那個往前走不是說進步什麼的 而是讓你跟著時間往前走 就你在聽著這個音樂的時候 因為音樂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就是一分一秒的東西 嗯 它讓時間變得更浪漫的在前進 而且它把時間具象化出來 對 而且有時候會覺得 一首歌它好像又可以代表一段人生的時間 對 例如說國中的時候可能就是這首歌 影響了我的某一段愛情或者怎麼樣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喜歡的音樂 都會讓我覺得它可以carry我經過一些階段 就是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它可以讓你產生共鳴 然後這個共鳴就可以讓你很深刻在那個人生的點 就像畫上一個刻度這樣 就讓我在那個當下是有這個背景音樂 嗯嗯嗯嗯 人生的背景音樂 對啊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所以其實我很羨慕你 那我們先聽一下大概繼續聊 要不要因為我看到有人在畫圈了 沒錯 我告訴你這個電影 哈囉 你現在收聽的是《飛碟聯播網》 《UFO Star》 《流聽書》 我是今天的市長顏鎮蘭 今天請到我的好朋友石之田來當我的室友 哈囉哈囉鎮蘭 嗨嗨 嗨嗨 對剛剛聽到的歌曲是在我新專輯裡面的語言 我覺得跟剛剛那首不太一樣 就是這首就會讓我覺得很像你的聲音 剛剛那首我覺得你在做一些嘗試 沒錯你知道我在配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的配唱製作人阿沛 他就說欸你要不要試試看一些不同的角色 你知道我是演員嗎 所以他就跟我說那不然來個Billy姐 喔喔喔喔 或是不然就來個Joan爸爸 或是四類誰的 所以我其實是揣摩很多人 我有感覺到然後反而是餘焉就會讓我覺得更 餘焉完全就是我自己 就是你 然後我很喜歡你其中一段的melody 就是因為這就像身旁 身旁眾人圍繞卻覺得好孤單 就你的那個走法會讓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有時候聽一些歌你會覺得 大概可以知道他會怎麼走 那種熟悉感 畢竟華語音樂其實有蠻多的公式 而且你應該說應該說我覺得流行歌這個範疇 本來就是要讓人家覺得是似曾相似的 因為熟悉感 就像好像比如說爸爸媽媽為什麼會那麼喜歡小孩 是因為小孩其實跟自己長的是有像的地方 就是要找一個 你要讓別人覺得有種相似感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認為啊 就是有時候你在創作流行歌的話 應該也會當然要這樣做 就像是我想拍喜劇片 那我當然要讓人家笑 而不是我讓人家進來都被嚇得半死 不要太個體性 要不然可能會被 可是在中間要藏一些符號 就是你的個人的 必須要連接一些 所以像那句我就覺得是 比較個體性的 比較跳出來的 就會讓我突然覺得我想看他這句話 這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想特別去了解他 這首歌對我來講是真的很自己感受的歌曲 但有趣的是其實這首歌是洪安妮的創作 它是我這張專輯裡面 唯一首我沒有參與創作的歌 然後我會說他其實也是我的製作人哈利康老師 他希望有另外一個角度 然後來看我關於演員的身份 或者是我的表演的這個過程讓我有一個釋放 所以其實我在唱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我會哭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我會做這個行業 或者是創作啊這些都是因為我喜歡 但在唱的過程中 我那時候拍完愛的混混五個月的時間 哇好長喔 對然後我錄這首歌的時候 我竟然就哭了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把我的盔甲 就是那個打開來 我才發現說對其實 還是有在追求掌聲 然後還是會希望 我會不會有些貢獻 我的未來就會可以一帆風順 希望被看見被聽見 或者是可以融入群體 就演員的狀態 確實在劇組 我們都是跟很多的人一起工作嘛 所以難免我們一定都會有 我們很知道怎麼樣大家開心 怎麼樣social 或是怎麼樣 你可能好像是在那個裡面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我自己是有點抽離的 就是我知道我其實沒有真的在那個大家的那個flow的狀態 可是你會讓大家覺得很舒服 對 你有一點在服務這個氛圍 我覺得有時候是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一唱的時候才發現 OK這個感受這個孤獨感 好 那經歷了這首歌之後有改變到你現在的待人處事嗎 或是在一個團體裡面的相處方式 其實我覺得把自己的不自在變成自在的感受 是很長的一段的成長路程 那我了解我自己 尤其我就學了人類圖 我就更了解我自己 我就發現很多事情很多情緒都是在 你明白了之後你就可以放下了 所以你不是覺得我說很ㄎ嗎 或者是我不知道很像在狀況外 然後後來就覺得算了我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你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真的在狀況外 可是在一個團體裡面真的需要有一個狀況外的人 真的真的大家都在狀況內 那我們永遠就是走著一個大家都已知的道路 你說打亂節拍的人 對 對 你就是那個offbeat OK 對 就是會稍微有點Layback 嗯 OK我常Layback 對對對 然後就會覺得 有意思喔 超白 我還想說會碰到你都會變這樣子 什麼意思 之前我們上那個全明星攻略 然後我還在那邊剪刀石頭布 然後我明明就已經不用拆拳了 我只要手還在那邊繼續剪刀石頭布 對好像有這一段 超Layback欸這個動作 但是很你啊你就做你自己啊 你沒有必要說我要跟上大家 沒事你的Layback就是跟上大家 而且你讓我們多了一個音色 好的謝謝 好我們來介紹你想要放的這一首 新少年的自由 新少年加油 他就怎麼唸啊 欸 我其實從來不知道 原來他叫新少年 他叫新少年 我自己唸他就是 Cay so neon 就我會這樣唸 我是因為你開這個人 其實我才去聽他們的歌 然後新少年 你喜歡嗎 我好喜歡他的MV 你有沒有看過 我有看喔 MV也是我加分的 MV超讚欸 很像又像溺入你的 耳聰木屏的沉醉的那種感受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挑這首歌是 因為我跟正蘭認識是 因為月球 然後月球這件事情 在講的是樂團 然後我就覺得我這三首歌 一定要挑一個很 有青春感的樂團的歌 所以我就想到 欸這首歌 因為如果是我以前 我可能就會挑什麼Radio Hay啊 然後什麼 就是我喜歡聽的團 或者是那個槍打紅椒什麼 但我覺得那個是 不是新的狀態 然後我可能會挑 吳賀的那個團 可是我覺得他也 一段時間了 但這個團是我 算是我近期一個 很喜歡的新的韓國獨立樂團 我很喜歡他的 主唱的賞音 我很喜歡他那種 很自意的感覺 可是有時候很沙啞 就是有一種 有種呢喃 然後吶喊 其實也是很浪漫的感覺 對 然後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中間有一段 讓我想到 Pink Floyd的 Breathe 的那個接法 就是他突然 有點留白 就是他突然有點 嗯 然後再進入一個 新的篇章的感覺 嗯嗯嗯嗯 所以想 也想跟你分享 也想跟大家分享 嗯嗯嗯 對 那你看到的時候你會想說 一開始看他MV 還有很多的爆破場面 很多的那種大海 那麼海浪 我其實一開始是想說 哇韓國真的經費好多 為什麼可以這麼大的場面 後來才發現應該是掉了 應該 應該 應該是買一些畫面 或者是用一些公用的畫面啦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嗯 現在影像創作 就好比你剛剛講說 Tom Mish有很多 雜音的東西 對 環境音樂 其實音樂跟影像有點像 就是他現在 要去完成的門檻已經不高了 真的 所以像音樂才會有 Lofi的東西出現 像Tom Mish就是 多少有做一點 Lofi的狀態 嗯嗯 但那也代表說 當我們 達到一個 完美精準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想像一些 不工整的東西 嗯嗯嗯 嗯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跟這個團 我的感覺是這樣 甚至是他們的造型 嗯而且 你有去看他們的專輯 或是他們穿著嗎 我是只有看那個MV 但我覺得那個主唱 表情很多 那個的是主唱 表情很多的那個 就是一直到寫畫面的那一位 有一個是女生 欸 欸他是女的還男的啊 其實他很中性的狀態 對對對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這一首歌的MV 而且這MV還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演員 也有參加演出 就劉亞人 喔 對 好因為我其實真的都不太會記這個 嗯 就是一個 韓國很不錯的男演員 對 很厲害 然後他也參加這個MV的演出 他在哪裡 他在 他背景是一片草原 嗯 藍天 有點像是Windows的 那種背景 然後他穿紅色的衣服 他可能造型上有加一點那個狼尾 就在後面 髮尾比較長 欸 然後他在那邊吹著風 然後 我記得那MV最後 因為我好久沒看到MV 那MV最後好像 後面背景有燒起來還怎麼樣 他其實是一張紙還怎麼樣 對他其實是一張紙 然後後來就發現 因為大家會一直覺得他在那個 大自然草原那個環境 對 嗯 對 所以我目前跳的這兩首歌 都是我覺得 音樂還可以配上MV的 對 然後他們有共鳴跟呼音 嗯 那現在我們就來聽這個 新少年的自由 我不知道怎麼唸 但我會唸 Cey So Neung 的 加油 加油 哈囉 您現在收聽的是 飛碟聯播網 UFO Star 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長 顏正蘭 今天請到我的好朋友 石芝田來當我的室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石芝田 今天來當顏正蘭的室友 哈囉市長 嗨 市長剛剛播放的歌曲呢 來自於市長的全新創作專輯 獨在的 最遠的旅行 這是一個可以K歌的歌啦 我剛剛聽了 嗯 它是一個有點愛情齁 它其實在講的 你也可以涵蓋愛情 它最遠的旅行 其實我寫的這個旅行指的是 對我而言是人生 是人生旅程 所以那個你 那個第二人稱 其實是在旅程上遇到的那些人 對 然後其實你還蠻厲害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我第二段歌詞 有偷塞我老公的名字 在裡面 正式是 就是也是愛情 因為還是有 力量的人 還是有扶持的部分嘛 對啊 嗯 就是扶持 好浪漫喔 嗯 蠻浪漫的 而且我跟他講 然後他一開始來就是 就完全耳邊符沒在聽 然後我給他看MV的時候 他才 是喔這樣子 看MV的時候才說是喔 是因為你有把一些橋段放進去嗎 還是 也沒有啊 我只是請他好好正視我的MV 然後再跟他說 欸這個是在寫你 就他很專注的在聽跟看 他才感受到那個 欸有人在叫他那樣 沒錯沒錯 要不然只有音樂他可能就飄掉 喔 欸很棒耶 嗯 那你通常創作的時候 嗯 那些對象是很清楚的臉嗎 嗯 我覺得我以往的創作模式 比較像是在專輯當中裡面 一首叫Hello的 就是他是在我的那個情感 已經很滿意的狀態之下 然後我寫的 這首的話是思念我的父親 所以吉他那個弦啊 你就撥下去 就很像那個針 戳破那個表面張力 然後那個情感就這樣流洩出來 嗯 那對我來講是最理想 就是我可能一變歌 就把歌寫完了 就是他真的是有肉的東西 但是這張專輯 像是低音轟隆隆啊 或者是都怪那一眼 他就比較像是音樂創作音的狀態 嗯 像那個 都怪那一眼 就是The Cramp 然後 低音轟隆隆是徐皮 還有Hanlicon 他們就跟我一起就是在一個 錄音室裡面 然後可能會先用編曲 然後我再寫那個melody 跟歌詞那些 嗯 對 所以模式 我其實覺得創作模式有很多種 搞不好我們也可以來寫一下 我 我會害怕 我可能需要你的指導 而且我真的覺得你的文筆很好 你的那個時光乍線文筆嚇到我 你說我的書 你要幫我宣傳一下的意思是不是 對我是認真要想要聊這件事情 你真的是很精雕細琢這個 因為我很喜歡文字 嗯 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我的個性好像是我喜歡一個東西 我就會去把它 沉浸在那裡面 對對對 像是我音樂算是我很後來才接觸的 嗯 開始彈吉他了 對現在 老實講彈吉他大概一兩年左右 就是 但你非常認真看得出來 可是我最近就沒有時間 因為我最近在用一個 我之後 一個畫畫的東西 對之後也有一些 會跟大家宣布的作品 分享 然後就沒有時間很專心的 彈吉他 我也是 我最近吉他也荒廢 因為我媽媽手 然後我這次很多宣傳 我也就不能彈吉他了 媽媽手是哪邊會酸啊 手腕嗎 手腕 就其實是扳肌指 扳肌 喔就這個有點大拇指有點 對 有點難 然後你完全沒有辦法封閉 因為你知道大拇指要後面壓嗎 那你是左手右手 左手 左手 因為你大拇指沒有辦法在琴的 那個後面去壓住 嗯 那你好像就只能Tapping 那 喔 但沒有這樣因為左手和弦嘛 Tapping的話就是 可是如果 喔對阿 好難喔 就是 你沒辦法按和弦耶 對 有試過 但真的就是 沒辦法好好練音色 那些 嗯 可是你是喜歡木吉還電吉 我看你都談木吉 我都談木吉 電吉 你試下不碰電吉 電吉 嗯 我有碰過 但我真的覺得電吉的音效 那個Touch 那些處理 但你可以不用去理解他 對啊 但我其實覺得電吉好彈蠻多的 其實電吉 其實很舒服 很好彈 對 而且很多 因為我後來把我的木吉他 請我的朋友換一下他的弦跟他的高度 他把他換得很像電吉的 嗯嗯 的觸感 所以就彈起來 欸好順喔 而且我之前一開始沒有電吉 我是用木吉在練Finger style 然後我練的歌都比較new jazz new soul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那一種 對然後 然後就很多時候要 沒有什麼一樣那種東西 對然後現在就變得很要 就是那時候就很要 封閉也變容易了 只是電吉他那種可能速彈啊 或什麼這種東西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確實在鴨和弦那些 左手輕鬆蠻多的對不對 對而且 左手的那些legado的東西 就是 ham out 然後pick off 還是什麼 垂音啊什麼之類的 垂音 然後滑音 然後或是band他 也很好band 非常 所以其實我下一首選的歌是Begg的 Everybody's got to learn some time 那他這首歌是 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 就王牌冤家 的 就他片尾的時候 就他們 雙方 重新看見彼此的時候 下的那首歌 我真的發現你 因為我 當然你聽音樂一定有很多 但藉由你挑的這三首 我真的覺得你聽音樂 真的是跟畫面是同時並行的 就是 你的歌我一定會很有畫面感 或是你可以看得到很浪漫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都有點酒紅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酒紅色還是紅酒的味道 之類的 嗯 我覺得我 我是一個很受畫面影響的人 或者是因為你的書皮是 時光乍現的顏色 確實 你是用那個顏色來想像 搞不好我不小心被制約了 就一直看到 其實這首歌有 有幫助我一部分是 因為這部電影我很喜歡 它是 是在講關於時間愛情還有記憶 嗯 的一部電影 然後是透過這部片我才 了解到記憶的重要性 還有那些被你忘記的人 其實還是在你的生命中 留下一些印記的 嗯 所以 而且它的處理方法 它的剪接方法 有時候會讓我覺得說 其實東西一個好的創作 不需要工整 它是需要有一個情感上面的邏輯就好 我覺得就是那個Flow是順的 對 要留白 留白才能讓觀眾進去 嗯 所以 其實這些 對於創作的想法 也有幫助到我在寫 時光乍現 嗯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的文字 會希望它是可以有畫面的 非常有畫面 我很喜歡你寫給媽媽的那個 那篇 那篇我 寫得很好耶 因為我爸爸還過世嘛 所以你其實寫出了很多我很細微的情感 但我其實沒有辦法 好好像你一樣去好好的去把它整理出來 用文字 嗯 對 好的剩一分鐘咯 我們要來宣傳 好那你先 我先好了 你先你先 來前30秒就交給我 然後我要宣傳的是我的新書 時光乍現 它已經出版了 你們在各大通路都買得到 它是我身為演員 身為石之田 呃去創作的一本書 其實我當初在創作的時候 我也希望我自己 這本書可以是 拿掉十字田這三個字 它還是依然 可以存在的文字創作 換你 好的我的全新創作專輯 獨在已經正式發行了 然後獨在講的是 每個人都是孤獨又獨一無二的存在 第一首主打歌 低音轟隆隆 是跟大院一起的City Pop的曲風 第二首歌最遠的旅行 嗯 希望也可以帶給大家就是 可以好好的跟你身邊的人 說聲謝謝的一首歌曲 那實體專輯呢 也已經在 11月28號的時候 正式發售 我們的名字 我呢 是嚴肅的嚴重症的 正山楓蘭 我有經營我的IG跟Facebook 大家都可以在那邊看到我的資訊 然後在我旁邊的這位呢 是 石之田 石頭的石之道的之田 你的田 我也有經營Facebook跟IG 雖然Facebook比較少更新 但是 還是有 沒錯 所以我現在做個最後結尾 謝謝大家今天收聽飛碟聯播網 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長 顏正蘭 也謝謝我的好朋友 石之田來陪我聊天 最後送上這一首 石之田挑的 Back the everybody's got to learn sometime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一定會喜歡 掰掰 掰掰